一雙水汪汪大眼 这个呆萌女娃 是一岁的萧美琴 混血儿的身份 烙印在深邃的五官上 因为她妈妈是美国人 眼看是她台湾人 近看是外国人的混血 她等一下问你说你必顾 或者我说不是 我是台湾人 照片中续湖男子 是萧美琴的父亲小清芬 赴美取得神学博士 留学时认识美籍的 Peggy Cooley 中文名字邱碧玉 两人第一个爱情结晶 出生在日本神户 就是萧美琴 萧美琴在神学院度过快乐的 童年时光 妈妈邱碧玉 很有艺术细胞 景同音乐 创立台南神学院 附设新楼幼儿园音乐中心 在里面交风琴木笛 木笛木琴和幼教工作 我在这边读书的时候 是刚好是她小学 还有国中的一个阶段 大家一起玩 她也是展现出一个姐姐 还有带领带领者的一个角色 小美琴的画作 首都在镜头前曝光 看出她遗传到妈妈的艺术细胞 在双语环境成长 让小美琴从小切换自如 照片里最右边是美国外婆 左边穿旗袍的是台湾阿嬷 小美琴就是搭起桥梁的小翻译 金法碧眼的外籍配偶 混血儿面孔小孩 都是关注焦点 小美琴曾说 小时候不喜欢妈妈接她放学 因为总引起骚动和围观 她还会对到学校找她的外婆发脾气 她渴望与同学一样 甚至一度自卑 后来才找到自信的方法 是用更好的表现 证明自己融入群体 小美琴就读后甲国中时 拼到全校资优生 她跟一般青春期小女孩一样 追流行名偶像 国中毕业纪念测唱 她放了混合唱团的乔治麦可照片 画上五个爱心 当时小美琴的父亲决定举家 迁到秋碧玉的故乡 小美琴还是参加高中联考 考上台南女中 父亲的工作 对本土意识的追求 都在小小小小美琴的心中埋下种子 由于长老教会台独立场跟主张 让神学院被政府盯上 萧秦芬担任神学院院长期间 还遇到美丽岛事件 当时神学院许多学生站出来争取民主 与自由都捏化为小美琴 民主养分 遇到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当时他也承受 这个整个台湾的 这个社会氛围的 这个政治情况 相当大的一个压力 从他爸爸的这个身上当中 去学习到如何疼惜这个土地 如何热爱本土 也如何了解到自由的一个可贵 就年萧美琴的英文名字拼音 逼廷肖也是台语罗马拼音 可见他对本土重视 而萧庆芬写过《我的女儿》美琴当中提到一段谈话 虽然是混血儿 美琴对台湾议事认同 却不比纯台湾人弱 多族群的文化背景 那在这样 台湾这样的一个 三十几年来的环境里面 我的成长一些心路历程 日本出生 台湾成长 美国酬学 原生家庭的背景 让萧美琴不同 也让她在本土意识交换中 学习多元和包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乎抓住 科学习近期 戻美琴